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我是千涵 台股间有点群龙无首的感觉 而且也陷入了万七保卫战 加上端午节又快到了 到底现阶段可以选择哪一个族群做布局呢 马上来请龙哥来解答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志龙 那今天呢 我们想要跟大家追踪一个经济数据 我们那么说这个数字呢 跟接下来电子股呢 有蛮大关系的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主机处 主机处刚刚公布的这个GDP 它是大幅上修今年的经济成长率 来到了5.16% 那朋友这个不得了 这数字呢 是创了近11年来的一个新高数字 过去呢 最多呢 就是来到4.7% 但是呢 今年是上修到5.16% 那明明疫情这边是影响到 大家一个生活 为什么这个经济成长率 还可以往上创新高 最主要是先前我们跟大家聊到过 目前呢 这影响只会影响到内需产业 哪些产业呢 包括食品 餐饮 或是零售 百货这些 但是这些产业 占台湾的GDP比重 并没有太高 因为台湾是以出口为导向了 所以电子股这些啊 以出口为导向 其实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那再上目前的怎样 欧美先要开始解封了 那你想象一下 欧美过去闷了一两年了 接下来要开始进入一个圣诞节 会不会有一个爆炸性的消费 会不会有一个爆富性的消费 虽然这边的主机处 大幅上键它的经济成长率 所以我们认为说 接下来电子股请投票 你要特别留意 那或许问周哥讲说 周哥 明明大盘看起来还是受到疫情的影响 但是我们跟大家强调的是 目前大盘就是处在一个什么 一个量缩整理的一个区间 因为这边反弹上海 要开始走回升行间之后 开始遇到第一个压力 这压力区在红色这条线 过去呢 我们也一再跟大家提醒 17300点是接下来的压力区 那来到压力区 它自然不容易一下子就往上去做突破 一定会用来回震荡的方式 那只要没有跌破蓝色这条线的话 其实呢 就是怎样 一个很合理的一个强势整理区间 那这个区间我们应该怎么抓 你可以抓6月3号的一个高点 跟6月7号的一个低点 在这边来回去做震荡 只要6月7号的低点呢 没有跌破的话 其实盘呢 这边会开始这样 慢慢的慢慢的去往上攻 所以接下来你要去留意一下 成交量什么时候开始放大 当这边量说价位 然后接下来量真的时候 那个盘呢 就是开始会有一个方向出来 不管是往上还是往下 你只要记得一个重点 就看蓝色这条线跟红色这条线 那区间整理盘 我们就看各别股表现 那各别股表现有什么样的机会呢 其实这边有机会也有风险 那我们先跟大家聊到一个风险 首先我们看到面板股 那过去我们曾经跟大家聊到过 面板股这边呢 它的产业前景呢 有一些杂音出来了 所以我们有提醒大家 面板股这边呢 你要么是这样 趁着它击撒的时候 你再来去做买进 或者是呢 要么就不要买 要么就是买少一点 因为当一个股票 开始出现一个杂音的时候 你经常去买的话 很容易形成这样 一个短套的情形 所以我们希望它拉回的时候 你再进场去做买进 那它拉回来到基建这边 其实就是一个很合理的支援点了 所以目前有打我们可以怎么样看待 先抓20块到30块 这边区间来回震荡 当一个产业开始出现杂音 报价开始慢下来的时候 其实它股票也会怎样 不容易再往上创新高 但是它会大幅度往下吗 其实还是需要时间的酝酿 所以这边我们先看到 是一个区间整理盘 接着我们看到群创 今天也是呈现一个往下跌 所以整个面板股 或是驱动IC看起来 目前的杂音是比较多一点 接着我们看到 这个在6月7号的时候 跟大家提前 这钢铁股 钢铁股目前也是出现杂音 在基础当的时候 我们有跟大家提到过 这个有人有一派说认为说Q2 这个钢铁报价 就会来到一个高峰 那有人是认为说Q3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上下震荡 就会比较大 所以可以看到中红 今天也是呈现一个下跌的 虽然钢铁股 其实这种跟面板股 认为是一样的 你等它重挫 开始一个包浪场 也可以回挡到季线的时候 这边你再来去做买进就好 因为这边钢铁股 或是面板股 当这些产业出现杂音 你在过度进场 又做追加的话 其实会形成一个短套局面 那盘面到底还有哪些机会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电子股的走势 非常的整齐 包括什么包括这个铜箔基板 那为什么铜箔基板 这边会开始往上涨 其实最主要是欧美这边开始解封 那这边5G的基础建设 又会开始这样 重新开始投入 那包括什么物联网这边 也会带动铜箔基板的一个需求 所以看到8358的金居 跟2383的台光店 今天走势就蛮强势 而且是逆势 做了一个大涨 那其实铜箔基板这块 在先前我们在群组上面 跟大家分享资料 有提到这个族群 所以这种跟大家分享资料 到底还有哪些产业呢 欢迎大家加入这种群组来索取这份资料 那最后我们要跟大家提到 其实矽金元这一块 也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包括中美金或是这个环球金 其实今天都是逆势往上涨了 还有6182合金 那为什么这个矽金会往上涨呢 最主要是目前这样 欧美解封中 开始对半导体的一个需求 所以整个来看的话 其实资金有开始慢慢慢慢 回到电子股现象 所以过去这边我们跟大家强调 focus在这个传产类股 但是资金已经有开始转移了 所以请大家把目光 重新放在电子股身上 那至于说还有哪些产业 可以获得资因流露 开始走一个族群性的大行情呢 就请大家加入这种各 Lighter跟Telgit 我们一起来好好的追踪 以上谢谢 谢谢龙哥的分析 想要找更多财经最新消息 欢迎加入龙哥的Lighter跟Telgit 财经集图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